中共不滿美國聯邦眾議員議長佩洛西訪臺 持續在臺灣周邊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中共官媒也大肆宣傳徵兵工作 鼓勵大學生參軍 根據中共喉舌央視宣傳 臺海演訓激發年輕人從軍熱情 今年徵集對象以大學生為重點 優先批准理工類大學生和備戰打仗 所需技能人才入伍 現在中國政府就是想把這個事情改過來 這些小粉紅啊 這些年輕人 他雖然有民族情緒 他也不傻 因為從那個來看的話 這個拆軍的條件並不是很好 他們也有他們的利益上考量的 甚至關係到自己個人利益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是非常的盲目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評論認為 中國在一孩政策下 獨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 不少中產家庭寧願選擇讓子女在家躺平 也不願意讓子女上戰場 有自己的利益考慮 僅僅是中產家庭 不會鼓勵自己的子女去參軍 就是普通家庭 底層家庭的 當然有一點出路的 他也不會鼓勵自己的獨生子女 特別是男孩獨生兒子去參加中共的軍隊 並且是打著所有的台海局勢的這種旗號 中共喉舌央視還聲稱 浙江省下半年報名參軍者超過11萬人 其中5萬人是大學生 2.7萬人有大學學歷 有報名的大學生說 是因為台海局勢而報名 還說願意用滿腔熱血報效祖國 所謂的央視的那個浙江的大學生 那麼高的比例 報名參軍 並且冠冕堂皇的高達上的說事 報名參軍的動機就是跟台海局勢有直接關係 成熟胡扯八道 只能忽悠65歲以上的 被殺的紅衛兵們以及少部分 沒有受過教好教育的小縣城的 小鎮上的居民和農村人口 北京法學博士張先生對記者表示 只要有一點基本判斷能力的人都知道 央視又在造假 你看報道中那個大學生的那種表情 虛假表情 一看那個表情 北京就知道是邊假的 就知道他說的台詞是央視 是官方事先準備好了 讓它背負下來的 這是跟中共在央視上強迫民間人士認罪的 被迫認罪的那些民間人士的那種內心 急促、反抗、那種極端不自然的 不正常的表情是一模一樣的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表示 中共需要你的時候可以把你捧上天 想宣傳你的時候就宣傳 但是馬上一過後以後 就是謝莫殺了一個很多 我上學的時候正好那個學校有一個高我兩級的 也是去餐廳去老山 最後也給炸藏了 炸蝦了 然後她的女朋友也就不跟她了 回來也就不玩過 據瞭解 鼓舞參軍的大內宣 在中國網路上的討論熱度低 大陸民眾似乎更關心海南因疫情被封倒事件 例如 滯留三亞七天花18萬 三亞酒店漲價超4倍等熱門話題